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DY 跟你看電影 讓你看電影 跟我跟我 我是XDY 歡迎收聽H&S36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們將會有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和一部影劇作品 但你了解歷史上發展一些重要的事件喔 我們今天又非常開心邀請到的是金老師 嗨 大家好 好的 我們時間進入到1961年的6月23號 南極條約的生效 我覺得某一部分就是因為南極這個地方啦 你要說它很冷啊 對啦 是很冷 對 沒有錯 就是開發價值比較少 比較特殊的一個土地這樣子 因為它有陸地嘛 南極是南極州這樣 它不像北極 就是一片海域 但是它沒有陸地 所以南極這個 它雖然是有土地 然後也有跟幾個國家是 就跟幾個南極州國家是有關聯的 然後甚至是有很多這種比較 所謂的強國們 然後他們就是有在祭遇這個土地這樣子 所以在二戰之後 或是冷戰的這個期間 就是世界各國在聯合國的這個調解之下呢 他們就是有去開了很多次會議 然後最終最終在1959年12月1號這個地方呢 就簽署了所謂的南極條約的這個內容 但是直到1961年的6月23號這一天呢 才正式的生效 那生效的這個條件呢 就是12個國家 就是12個簽署國都批准 所以就是簽署日到生效日 就在期間就是等待這12個國家全部都到位這樣子 那所謂的簽署國呢 總共有12個國家呢 包括的是 阿根廷 澳洲 比利時 智利 法國 日本 紐西蘭 挪威 南非 美國 英國 蘇聯等12個國家這樣子 反正就是這12個國家他們就各自派的代表 然後在法國巴黎就是舉行了 巴黎會議 什麼又是 阿沒有啦 這是一個 一個會議讓 也沒有什麼政治的名字 反正就是討論南極問題這個國際的會議就對了 然後到了1958年 簽署日的前一年 美國總統當時是艾森豪喔 他就向國際地球物理年參與的11個國家致函 就表示說 我們要不要來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就邀請了這些代表來到美國的首都 華盛頓這個地方來商討南極這件事情 然後呢 我們來稍微提到 所以說這個條約裡面到底是列舉了哪些事情 這11條的第一條 就是開通名義 就是告訴大家就說 這個南極用於和平的目的 一切的軍事性質的措施都要禁止 對 基本上就是說 這地方就是科學研究啦 對 所以就進而就有第二條 就是說自由的南極科學調查 和為此目的而進行的合作應該要繼續 所以就是算是一個國際共管的一個領土的意思 然後第三個當然就是 就是有關科學研究人員的一些權利啦 或是說禁止在南極進行核釋報 或是一些處理放射性物質的 就 可能就是核廢料不要倒在這裡這樣的感覺 對 然後另外他有就是設定了 就是所謂的南極的範圍到底是哪裡 然後總之就是這十二條就是 像樣子啊就是列出來之後呢 就是有在規定就是說有幾個重點啊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南極條約他的目的是為了要保證 這個地方是不受到這個戰爭的紛擾 然後是以和平為目的 所進行的這個科學研究的一個領土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明確的 界定的南極的範圍 第三個呢就是他有特別講說 一切在南極的紛爭要 國際上一起來共同解決 這等於是說這個南極這個地方呢 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特定擁有這樣子 所以就簽訂了這個條約就對了 OK 所以你現在看到 南極上面好像就不太有人為活動啊 嗯 對 我覺得這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條約的存在這樣子 反正就是現在並沒有一部電影就是專門在講這個條約的內容啊 對但是有蠻多南極為背景的電影就是層出不窮這樣子 我覺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南極這個地方就是一個蠻特殊的環境 蠻能夠製造一些呃 氣氛跟氛圍這樣 那我們這邊介紹的電影就是圖變第三型 那不知道金老師有沒有看過 沒有 哦這部片實在是 我覺得恐怖片迷一定要看的一個經典電影這樣 這部片呢 第一個就是他的導演是約翰卡本特 那約翰卡本特他之前導過的電影包括像是 殲滅十三區啊 月光光星荒荒啊 呃 紐約大逃亡啊 欸 殲滅十三區 殲滅十三區是後來重拍的版本 應該叫做攻擊十三號警局 蛤 對 就是他的故事哦 多半都是所謂的困世 秘密空間的一個困局啦 嗯 突變第三型的這部片呢 他是設定在一個南極的科學研究中心啊 一個一個研究機構 裡面就是有幾個留守的科學家 就沒想到他們就發現說 欸有一個神秘的外星寄生物種 入侵了他們某一個人的身體 裡面這樣子 這種氣象很像X檔案當中的 蠻像X檔案的 我覺得很酷的一點就是說 外星生命體的設定 我覺得很酷的是 他會模擬人類這樣子 啊 所以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個是被寄生的 然後你要跟這些人講話 嗯 然後試著找出一些破綻 所以整齣劇呢 他就是在描寫說 裡面的人他怎麼樣在互相不信任的狀態下 然後找到那個真正的外星人這樣子 我覺得很酷耶 就是這個設定就算是超級強 而且就是他裡面有很多一些經典的片段 就是說他形容這個外星體 他在被揭穿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身體的變異 對很酷 然後 然後他那個 你知道說這個1982年的電影嗎 所以他的那個特效啊 並不是像現在有那種電腦動畫 他是用真實的那種超偶 或是實體的模型 然後去做出來那種實體特效 所以就會看起來非常的逼真 而且很噁心這樣子 對 所以 呃 我在看當下真的是很驚人 就是說 第一個他的故事劇本很強 嗯 對就是因為混事嘛 就是 局限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 非常的專注在 每個人的對話 對白之間 然後就會想說 啊 他媽怎麼這樣解決 要怎麼辦這樣子 你想要從事這個 劇本寫說的方式 的工作的話 或是 你有意要投入電影產業的話 我覺得這種電影啊 好像是一個 基本功 或是教科書等級的東西耶 對 因為 你知道就是 你不要先去想 說 你要什麼大成本製作的電影 然後搞那個場面很大 有啊 很多預算啊 我要砸錢爆炸這樣子 可是 我覺得你沒有一個好的劇本 我覺得一切都空談嘛 你說像 阿湯哥的神鬼傳奇嗎 喔 我沒有特別講什麼 對 總之啦 我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 在有 這個 有限成本 這個 預算成本底下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創造作 很有 戲劇張力的故事 嗯 我覺得 圖編第三點 它雖然是一個 很恐怖的 驚悚電影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呃 電影人 然後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去投入電影創作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示範教材 要了解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所介紹的歷史事件 以及我們所推薦的電影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個故事之後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你有看過這部電影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塊留言 或在首播的時候來跟我們做互動喔 當然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不要忘了按讚追蹤我們臉書粉絲團 訂閱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 也不要忘了在Apple Podcast 和Spotty版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薦 分享我們節目讓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討論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H&M36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